沙腾绳班上班 我重生了 重生之后我当上了云顶首富 出生就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三岁之前我靠着我的仆人 奥黛丽拉夫斯几和我的一父一母的好兄弟 刘布依然成功挣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 然后我靠着这些钱茁壮地成长了 在我六岁那年被封为了家族唯一继承人 将在九岁那年继承所有资产 我并不吃惊 内心毫无波澜 因为并不是很多 成为家族继承人之后 我就出去自己打拼了 身边只有澳大利拉夫斯几和刘布依然 在我七岁那年 我的好兄弟刘布依然从西西方学厨师归来 并带给我一个产的 我礼尚往来还他一个管家 龙奥天 八岁那年 我做了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 抢银行 至此我成为了云顶首富 带着这么大一笔钱 终究还是煎熬的 不安的 但我还是在九岁那年 把继承家里的钱拿到了 就这样我煎熬了两年 在十岁那年 我又做出了人生的一个重大抉择 在十岁那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